北京时间2月11日 继上周WTA250泰国公开赛后 在WTA500阿联酋阿布扎比公开赛中 中国选手同样同时闯进了女单和女双的半决赛 并将于今天冲击决赛 女单方面 上轮横扫头号种子卡特萨金纳 强势晋级女单四强的郑清文 即使排名已经上升为第24位 距离超越张帅还有111分的差距 只有夺冠才能重返中国一届 半决赛 郑清文将挑战赛徽8号种子 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娃世界排名第19位 双方职业生涯有过两次交手 各胜一场 平分秋色 在去年底的东京公开赛决赛中 郑清文以两个5比7的比分 不敌当时状态神勇的萨姆索诺娃 无缘职业生涯首冠 今年再次相遇 相信郑清文不会轻易让出比赛的胜利 比赛计划于北京时间 2月11日23点半时开始 女双方面 张帅搭档巴西选手斯特凡尼 配合进入佳境 在半决赛将迎战 上轮淘汰了杨昭轩组合的加藤魏维 日本尼库莱斯库 罗马尼亚 期待张帅组合能够继续前进 比赛计划于北京时间 2月11日20点半时开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